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我是小段段燕熙 今天讲什么成语呢 今天讲这个成语叫做无事吹销 这什么意思啊 可不是没事就在家里吹销 那出自于史记 讲的是春秋时期 楚平王昏庸无道 他听信了奸臣的谗言 把太子老师武舍给杀掉了 不止武舍杀掉了 包含他大儿子武舍 还有全家老小就给灭族了 但是武舍有个二儿子叫吴子婿 他当时在外地不在楚都 于是楚平王就派人去捉弄他 当军官到他那的时候 吴子婿已经闻风而逃了 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各地装贴吴子婿的画像来通弃他 那吴子婿跑到哪去了呢 他原本想逃出楚国 投奔吴国 但是当他到昭关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他发现城门上贴了他的画像 他不敢再往前走了 在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叫东岗公 东岗公跟他爸爸武舍以前是好朋友 他把吴子婿领到家里就跟他说 我一定让你顺利过关 但吴子婿也是真着急啊 他竟然一夜之间就把头发给纯白了 他是不是真的纯白的头发现在无从考究了 但是传说确实是这么说的 到了隔天东岗公想出一个计策 他让一个跟吴子婿相像的人呢 乔装打扮一下到昭关那去晃悠晃悠 结果被军官给抓住了 那吴子婿呢 他因为头发白了 胡细也白了 跟画像上不一样了 于是东岗公让他装成自己的奴仆 挑着个扁带 就这么过了昭关 怎么就这么过了呢 因为那时候军官都放松警惕了 他们以为吴子婿真的被抓到了 吴子婿过了昭关之后 到了吴国 可是到了吴国 谁都不认识啊 无依无靠怎么办呢 没办法 为了生存 他只能在吴国的大街上 吹销要饭 他一边吹销还一边吟唱 唱的是自己命运坎坷 穷困潦倒 到了吴国 只能在街上要饭 哎呀 谁能发现我呀 他唱给有心人听 但最后还真的被发现了 推荐给吴王 受到了重用 于是吴氏吹销这个成语 就这么流传下来 他讲的是 人困苦穷困潦倒 在大街上 行起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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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